小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画小猪佩奇的朋友 小猫坎迪 先用二笔铅笔画一个铅笔线稿 然后我们取出黄色的颜料和红色的颜料 来调制出一个橙色 今天我们需要用到的橙色是要偏黄一点的橙色 所以用到的红色颜料要少 黄色的颜料要多 黄色颜料的比重要大一点 调好颜色以后 我们就给小猫坎迪在脸颊上颜色 我们先给他的脸颊涂上一层深一点的橙色 然后我们取出白色的颜料 加入到橙色的颜色当中 做搅拌 我们现在调制出一个比较浅一点的橙色 我们调好颜色之后 就给小猫坎迪的头部上颜色 小朋友们在给小猫坎迪的头部上颜色的时候 记得要注意避开他的眼睛还有鼻子 然后我们捏给小猫坎迪的手脚和尾巴也填涂上橙色 小朋友们在填涂涂颜色的时候 要尽量把颜色涂抹的均匀 如果觉得有不够均匀的地方 也可以多涂抹几遍 接着我们取出绿色的颜色 接着我们取出绿色的颜料 来给小猫坎迪的衣服填涂上颜色 在给小猫坎迪的衣服 在给小猫坎迪的衣服 涂颜色的时候 我们取出粉红色的颜料 来给小猫坎迪的鼻子涂上颜色 小朋友们记得要等颜色干了之后 才能拿出马克笔来勾边哦 我们先取出橙色的马克笔 来给小猫坎迪的头部勾边 小朋友们在勾边的时候 沿着之前的线稿来慢慢勾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也给小猫坎迪的耳朵勾边 然后也给他的眼睛勾边 接着取出粉红色的马克笔 来画小猫坎迪的嘴巴 然后取出绿色的马克笔 来给小猫坎迪的衣服勾边 然后我们取出黑色的马克笔 然后我们取出黑色的马克笔 来画小猫坎迪的眼睛 还有他的鞋子 最后我们取出白色的高光笔 来画小猫坎迪的胡须 就这样小猫坎迪我们就画好了 喜欢小猫坎迪的小朋友 也快来跟我一起学画画看吧